好,现在来看怎么做布林运算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编辑几何图形的方式 我们的原始形状有两个 然后相加呢 我们来一个一个做 画一个框框 然后画一个圈圈 我的圈圈没有画好 这两个圈圈 这两个 如果是相加的话 我们就按入镜的相加 它就会加在一起 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些细部的变化 好,那如果是 我们用这个来编辑好了 如果是减去的话 入键减去 它就会用上面减下面 那如果反过来 我们把这个东西移到下面去 然后按减去 会变什么形状呢 它就会是上面减下面 剩这样子 至于交集就是取两个中间的位置 那再来就是排除 排除的部分呢 就是中间交集的部分 它就不见了 那留下两边 这个东西其实都还是一个完整的路径 那就是只有中间有洞而已 所以排除可以做另外一种模式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的东西 那我就选排除 中间就有洞了 或者你也可以用方形来试试看 分割的话其实就是把它切开来 那切开来的话这个两块都变成是完整的 原本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来切切看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东西 那我用一个路径 拉过去 那我用路径的分割 分割之后就被切开来了 那如果是剪切的话纯粹是对路径而言 比方说我用一个圆圈圈 然后我用线 这个选 这个底下也要选 然后接下来用剪切 剪切的时候是路径被切开来 所以它就变成两个不同的路径 那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些 这几个功能去做调整 那么你要注意的就是 像相加其实是可以很多一起 这里面有一些是可以两三个一起的 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三个 画别的好了 比如说我有三个圈圈 我其他把它删掉 这三个圈圈 它其实它也可以相加 路径 路径的相加 它就变成像这样子 所以像这个是可以多个一起弄的 好 那你就可以试试看 用这个来玩一些几何图形